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黃劍老師,今天來跟大家同學介紹直線跟圓的綜合演練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直線跟圓的題目 我們先來做一個數學的探索 假設一個圓切Y軸在05那裡 然後被S軸所結的懸長是24 這個圓的面積是多少 其實有懸長的東西,各位同學一定要想到半徑 我們來看,我們把圓心到這條直線的距離把它畫出來 我們其實可以看出,因為它切Y軸是05 然後它的懸長是24 我們可以來看出,它的半徑等一下會是多少 我們先把它畫一個稍微簡圖 把它畫在S軸Y軸上面,直角洲標系上 所以我們知道圓心跟切線的關係 跟圓心跟弦的關係就可以來求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D是垂直平分AB這個弦的 所以AB的弦如果是24的話 那AD的長度就會是12 那個半徑我們不曉得是多少 對不對?但是我們知道它跟Y軸的高度是05 所以OD的高度也是5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個直角三角形就可以求出 這個半徑OA是5的平方加12的平方開根號 其實就會等於13 所以我們就求出那個半徑是13 那麼求出那個半徑之後 它要求圓的面積,圓的面積是πR平方 所以是π乘以13的平方 就可以得到169π 好,所以這裡我們要知道圓心跟弦的關係 尤其是這個OD會垂直平分AB的弦 反正如果有這個圖形出現的話 記得把這個三角形畫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解題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讀題的時候 應該要配合條件的提示 還有先閱讀一下 然後把它正確的做圖 在配合題目上給的圖形 把它適當的標註跟註明 這樣子我們把它動手演練 會有助於我們幾何能力的啟發跟轉換 那建議我們各位同學 在以後的練習裡面 其實這裡圓跟直線 你可以多畫圖來幫助自己 那是有助於你的解題能力的提升 好,所以其實這裡大概都用了畫圖 然後用避式定理 然後圓面積是半徑乘以半徑乘以π 其實這裡的題目就都很簡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好,他說有一個圓 這個圓是以E3這一點為圓形 然後跟這個直線 剛好跟圓相切於π點 那如果這個L這一點的座標是21 M那一點的座標是55 那麼叫我們求切線LM的方程式 那又叫你用一般式來表示 還有那個線段OP的長度是多少 還有這個圓的方程式 要叫我們把它求出來 那麼其實看起來 這個黃色的直線不難求 因為它給你兩點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用點斜式 我們先把兩點的斜率把它求出來 所以S相減擺下面 Y相減擺上面 所以斜率是4分之3 然後再利用點斜式 比如說我們抓L這一點 Y減掉1 就等於4分之3倍的S減掉2 那再把它乘開 就可以得到4S減3Y減5等於0 所以那一條直線就是4S減3Y減5等於0 所以第一小題 我們是利用點斜式來求出直線方程式的 好 那求出直線方程式之後 其實它有跟我們說O點原心的坐標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利用這個O點到這個直線這個的距離 就可以求出這個OP的長度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所以我們O點到直線4S減3Y減5的距離 就會公式是這樣 這根號4的平方加負3的平方 再把O點E3把它帶進去取絕對值擺在分值 所以得到這個距離就是2 5分之10就是2 所以這個2其實因為它是切線 所以這個2其實就是那一個半徑 所以圓的方程式就可以得到圓心是E3半徑是2 所以我可以做標準是S減1瓜虎的平方 再加Y減3瓜虎的平方等於4 好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數學挑戰 因為我們台灣常常在夏天的時候 常常會有很多的颱風來清洗我們台灣 所以其實那個颱風基本上就是一個圓 而且颱風它會移動 而且它有時候會變大 一開始會比較小 然後慢慢慢慢會變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情境式的題目 它說有一個圓的方程式是S減1的平方 再加Y減2的平方等於16 好 那它這個叫做海神颱風 它上午9點的時候是一個10級暴風圈 就長這個樣子 那它的圓心在1、2半徑大概是4 16開根號是4 那麼它會朝著西北的方向 距離前進3根號2 那麼3個小時之後 這個10級暴風圈 會一定的速率擴大為原來的1.5倍 也就是它的半徑本來是4 會變成1.5倍 那麼我們等一下來求這個10級暴風圈 等一下在坐標平面上的圓方程式是如何 那麼如果它的速度跟增強的趨勢 我們跟氣象局來預測一下 這個有一個島嶼在0、10那一點 它是不是會籠罩在這一個暴風圈裡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會往西北移動 對不對 所以往西北移動3根號2 那事實上它是往斜的移動 那我們看到那一個三角形 它斜的移動3根號2 事實上它是往左移動3 往上移動3 所形成的移動那個3 3根號2 所以它本來的圓心坐標在1、2 就會跑 因為S軸往左移了3 所以它的圓心坐標會變成-2 S坐標會變成-2 那Y是往上移動3 所以Y2再把它加3之後 它往上移動 所以圓心坐標會變成-2 然後Y坐標會變成-5 所以它的半徑本來是 老師剛剛說是16開根號是4 它題目說它會變成1.5倍 所以半徑會變成6 所以這個星的一個十級暴風圈 所形成的圓方程式 因為圓心跑到-25了 所以就會變成S加2瓜虎的平方 再加上Y-5瓜虎的平方 半徑變成6 所以這裡是等於6的平方是36 所以星的圓方程式 就是S加2瓜虎的平方 加Y-5瓜虎的平方等於36 好,那我們要來看第三小題 它說那零時那一點 會不會在這個暴風圈裡面 那麼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畫圖來看一下 它大概不會在暴風圈裡面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它跟星圓心的距離 就是零時這一點 達到星的圓心是-25這一點的距離 其實我們把它用兩點距離公式 至於算它等於根號29 根號29它是比半徑6還要小的 所以其實這一點 紅色這一點它就在圓裡面 也就是它其實就是在暴風圈裡面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情境式的題目 那跟我們台灣的所在地也很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圓跟點它之間的關係 那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介紹的 直線跟圓的綜合的演練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